詞曲 季 Karun 您就直接開始嗎 對 我有12分鐘呢 對對對 好 在場的各位大家好 我不確定有幾個是在這個同領域的 但是我接下來會是一連串 就是2006年到現在 我一路走來的一連串的小故事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故事 那我只做了很多的選擇 好 那06年到現在剛好就是第11年 那今年的4月1號 什麼節 愚人 愚人節就是第12年 所以上面 就是 我1997來台北 那時候19歲 就大學畢業 不是 高中畢業 然後考了 考了 考了摩托車駕照 然後就來台北了 然後 對 到06年把老闆開除 然後我一路就有 參加創意市集 參加了百萬公司的臨時櫃 然後成立公司 08年才成立公司 就發現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認真的去面對 不要再就是打遊戲戰 然後就只有擺攤 抽攤自己賺這樣子 那時候每天都是賺現金 其實天宏律燈壓那個 100塊的鈔票是很厚的 我心裡面很開心你知道嗎 就是很實在啊 因為那都是自己做 我自己一天忙碌下來賺的 然後成立了公司之後 就開始面臨這些就是 要引運的問題 要請人的問題 然後開店經營通路 然後後來發現就是 比較有多的人在文 開始有文化部在談文化創意產業的時候 開始可以走圖像授權 那很幸運的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7月 我們加入的新洲全球 就是從一個創業公司 變成一個上市公司 那這件事情就是 來自於我一開始在賣檔老等客戶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一個印刷長的業務 我在我的筆記本上面畫了一支沒有尾巴的鱷魚 然後其實後來 它這是我眾多的角色裡面 52個角色裡面的其中一支 那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是鱷魚 因為其他的都不好賣 我最喜歡這支海拔鱷魚 我也覺得他很像我 因為他沒有方向感 其實每一隻都是我們的 身邊的動物朋友 就是你們跟我認識就會變成其中一隻動物 然後他覺得他自己笑起來很好看 然後牠牙齒是平的 牠沒有尾巴 後來我發現其實鱷魚應該有尾巴嘛 所以 就是一路走來 然後我們從什麼最紅的彎彎的 什麼無名小站到後來有 的職業這件事情 那我發現牠不能一直 就是臉上有腮紅 然後覺得笑起來很好看 就可以賺錢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實在是太不負責了 所以牠應該要開始就是去講一些事情 講什麼事情 我就讓牠一直去講 講一些好的事情 真的沒有好的故事 那一開始其實是從 從蘋果日報上面一個街頭市集的投稿開始 那我們就在 那現在是台中音樂廳的前身 那我們在那個預訂地那邊就開始擺攤 買了很多東西 我一開始還畫了五個系列 因為我不確定到底哪一個會 會中 那我還畫了這種很奇怪的 憂鬱的頭髮嘛 然後做成T恤 然後我看那隻憂鬱會發臉 就覺得自己好酷喔 上面一擺 然後那隻憂鬱會發臉 那其實擺攤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拿著一個八十塊的便當 自己吃得很開心 就是不知道誰幫我偷拍的 然後就是那時候自己 抱了個皮膚腰包在線上 就是 其實攤租跟這個便當線都還沒送回來 那我前一天晚上 為了要擺這個攤 可能要熬夜加班 做了很多的東西 因為我以前是學運刷的 OK 那放下便當不是便當不好吃 是生意上門的 生意上門 所以我要開始怎麼樣 收錢 那有時候你會通知很多人包圍你嗎 那你要在很短的時間怎麼樣 把你桌面上的故事 很短的 十秒鐘以內講清楚 讓他五百塊留在你這裡 不然他其實後面還有二十九 他在等著攻擊他 有時候沒有桌子的時候 這個是在寶藏眼 我永遠記得蚊子比人太多 那時候也還沒有藝術家進出這件事情 那就是開始在下過雨的地上就開始白灘了 那時候這個別真是蠻好賣的 一個四十三個一半 就是都來不及包裝就賣完了 那他不能吃 但是他就像韓國一樣味道 那我覺得一個創業的人 他就是一路上要不斷的怎麼樣 自我安慰 就常常講一些好的話 開餵自己 然後我覺得努力很辛苦 但是總會被看見吧 那我就常常跟自己這樣講 那果不竟然就遇到了那個AA做影印紙的 他的總經理躲在成品歌牌的柱子後面 有埋伏我 那我前面那個高中生都走掉之後 他就過來說 我不想做影印紙而已 我想要做筆記本 請拿著我的名片來我公司找我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提案 那一開始就只有提一二三次 那後面這個是後來也就是 提案通過又繼續做這樣子 那就是到後來連便利鐵 紅包袋 跟我就開始參與他們的行銷了 因為幫他們賺到錢了 所以這件事情很限時的是 你必須要幫客戶賺到錢 不然你講的都是假的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竟然要賣那個紙嗎 那從泰國來的 那為什麼不做那個火葉紙 火葉紙其實不會換 你只換裡面的紙就好 那擺攤之後你就會覺得說 每天看就是看到AAA的臉色嗎 那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去領植櫃 然後又接到西方成品的電話 我以為是假的 那後來也真的去了 我真希望沒有接到那種電話 因為沒有人 就光給西方家 對 非常好看 然後就整個 這感度提升了 至少是說我對成品的 但一點也不賺錢 就是每天在聽那些 一直重複播的那些英文歌曲 聽到很想吐血 所以我就開始想說 我認識技能以下 所以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 請記得我這句話 我會用這個概念 就是串聯到我的整個演講 那開始想 有自己的店面該有多好 然後呢 在西門紅樓 就是最早期的十六工房 連門都沒有 真的沒有門 就是下班的時候 你的門口要用一塊褲遮起來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 我就從牆壁一直畫畫到電話板 然後在電的最中央 請我會做那個 水電五金的同學 幫我做了一串 會調燈光的那個 葡萄燈 就是複製燈泡 那等到有人在下面的時候 我就把他關著問堂 開始用我在擺攤的時候 催眠的技術 說故事的技術 說服他們的 那牆壁上這些 其實就是因為那邊 是西門紅樓很多觀光客 他會買回他們國家 那旁邊一定要 有他的個性介紹這樣 那沒有人的時候 這也是年輕的時候的 那開始有了第一家 就想開第二家 但是你完全 就是我覺得做設計的人 就是都沒有在學了解市場趨勢 那其實已經大環境氣不好 金融後爆來了 你懂嗎 就開始怕消費券了 我還是不自覺 我還是去台北車展開了另外一間 就是這家今天害我把前面賺了 全部吐出去之後還倒賠 就是剛剛一年 我們稍微有兩百萬在這裡 六坪大才佔六個人而已 一個月的租金就要六萬塊 什麼都不讀 就靠這些筆記本 好 那就是春圖春金嗎 好 那我自己老闆就要站在門口 畫圖吸引人進去 可是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忍不出來的人 新的人進不去 好 那所以店很小 很精緻 在麥當勞對面 我每天跟他看 你這次麥當勞 心理法則 但是 我因為當過業務 我是一個設計師 我讀的是設計科班 但是我必須去當業務 所以心理法則我要講的是說 當我在中油 百貨後面買到這支泡泡的時候 我看到他腳底擺了這一個 我打了這個電話來 來到了新店 這個因為有那個個資問題 我就不方便了 然後我就打了電話說 我要做泡泡 我那時候就做了這個 我發現這個東西很不實用 就吵架的時候帥一次 然後就 一天我就不見了 然後呢 後來我拿出這支的時候 做泡泡的老闆本來要趕我走 他說我們從來 你看他的青蛙是 我們跟日本設計師做 我們從來不用台灣設計師的 然後後來看到這支 他說我女朋友是用你的筆記本 就是我前面這大部分做的筆記本 後來 然後我就開始給這個 泡泡 那我因為做過印刷 我知道工廠的流程 我說可不可以用同一個模具 幫我換顏色就好 所以現在在很多的那個外面 放風箏的地方 應該看得到這一支綠色的 那後來隔年就換他打給我 那我們姿態就很配合 就配合就這麼快 不能 不能因為你去年 還要不太喜歡台灣的作品 然後就掛他電話 那我發現 現在其實高手都在年間 就是真的有人專門在畫這個 就是糖霜餅乾 這樣一個我一百五 那四個都吃 就是收閒餅乾 小朋友要學最暖 那我個人就覺得說 品牌的演化過程 要有很多很趣的事情 讓大家發現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頭套 這個頭套就挖了我五萬塊 我還沒做生皮喔 我從冰孔可以看到外面牙齒 嘴巴是可以打開的 我站在助力輪市長 去幫他們賣萬里鞋 賀魚跟萬里鞋 怎麼會搭上去 然後 就開了奶茶店 然後其實 這樣是很不符合人體同學 這很辛苦 但是我知道大家是衝著他來 並不是衝著我 所以你自己就要很清楚你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可以幫政府單位創造一些新的角色 還可以幫他們站台 OK 然後他就說可不可以廣 但是我不知道我旁邊站的美女嗎 因為我只從利用看起來可以 那因為現在的時代 在自私微信手機 是固年網時代出來之後 我覺得在順習萬別的時代裡面 我跟自己講說 只會畫畫 不會說話成不夠 然後又把話說對 說好話 然後還要把話說好 這是英文學問 所以我進入工廠去了解 華碧龍怎麼做成鱷魚 我去知道怎麼代言 怎麼授權 是因為我這一路來 就是要不要參與這些事情 出書 剛才華碧龍變成FRP 比我厲害會做餅乾的 十一年過去了 原來透過我一直在做鱷魚這件事情 看到世界 我真正學到了一件事情 跟大家做最後的總結分享 就是 明天當下只有選擇而已 沒有是非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你就要選 你當下你可以 你要選了就不要後悔 然後一定要回來當下 那我 撐久必勝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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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二位今天 今天的精采台的分享 就是 其實他的故事